我们不仅一次的在谈论这个线路了 崇宁县 轨郊崇宁县 这个线路目前处于这个建设当中 据深通地铁集团消息 近日位于长兴岛基斯林 护陕高速上海长江大桥东侧地块的建设工地上 混林土泵车正在对基坑顶板进行最后的交注作业 标志着上海轨道交通崇宁县111标2号 顿购转换段主体结构 工程结构封顶 为崇宁县全县工程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个地方很厉害 崇宁县是崇宁一体两地交通格局的首发项目 也是上海轨道交通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先行项目 它将首次以全地下的形式 两次穿越长江 长江的两段 这边这一段那一段 所以这个确实我们也介绍过它的这个顿购机 所以这个位于长兴岛上的崇宁县 108标与111标两处大小顿购转换段 将是崇宁县越将单栋装双线超大顿购 及长星岛站双栋 双线小顿购至关重要的转换点 你看它是这样的 一边是一个大顿购 一边是两个小顿购 所以这个线路建设确实是复杂 当然它已经完成结构封顶的话 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